还是没有得到恢复啊 状态没有调整 又是这么开放的局面 漂亮 观察一下黑球点位 虽然现在摆回来 会锁死 如果摆到绿球的点位 是最好的 田主会不会因为这一下 中国球员不打甲球啊 实力都是可以的 加干成功率89 好思路 好球好球 鼓掌啊 这球 把黑球点位可以开了 这是 这是正式入局了 所有课都是单败啊 数语能回家 9 稍微重了一点 咖啡球 自然推两裤 到粉球 正上方这个位置 清了 也还行 这行 右车的中带呢 这球清了 就这边啊 嗯 一顶的话 这球容易顶不住 白球容易下去 看下能不能高杆 白球起来啊 角度都不太好 这球是奔着这个线路来的 这线路容易回不去 选择中带吧 中带要一个篮球向上的角度 绕球台 也能叫开酒啊 这个叫多 14 万 耶 行 14 万 耶 行 请不论 eni 非常非常好的局面 如果能零封火箭 对信心直接是大仗 绝对是职业生涯最重要的胜利 而且进四枪 天作人以前进过四枪 这个局面 踢光头很正常了 这局面是破百的球形 天莫菲以前应该没有进过半决赛 这次要进半决赛的话 是连胜西津斯火箭 然后前面是卡特 都是印查的 现在我开局说的 那一句话 田副主任这个发型 是出成绩的发型 还真让我说准 45 弹杆47 应该不是弹杆 好像有几颗 53 这一局这一干是关键 把黑球点为开开 54 没问题了 应该没问题了 应该没问题了 61 这一局不管要超分还要破百 这局不管要超分还要破百 我现在老了啊还是皮头受影响大 这是 皮头之前掉了好几次 估计是新换了一个 不太适应 73 正常啊打得不好输比赛是肯定的 0比5万万没想到 恭喜天赋主任 紧急半决赛 恭喜恭喜 职业生涯的重大突破